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铃 相信很多朋友拿出钱包 钱包里都有好多张这样的银行卡 只要大家发现银行卡上面有散付这两个字 就要多留意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今天猫铃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现在咱们不妨拿出家里面的银行卡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银行卡上面写了散付这两个字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平时咱们在支付的时候 若支付金额少于1000元 咱们只需将银行卡放在POSE机上 只需滴的一声不用输入任何密码 咱们卡里面的钱就被刷走了 虽然说散付这个功能听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 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若是被不法分子盗用 那么咱们卡里面的钱就非常的不安全了 那很多朋友就会纳闷 我在办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说过要开通散付功能呀 这是因为带有散付这两个字的银行卡 在办理的时候就默认了开通散付功能 因此咱们如果不需要开通这个功能的话 咱们最好是去银行里面关闭这个小额免密支付功能 另外最近也有传闻 一些不法分子会将一个非常轻薄的pose机放入一个钱包当中 金额设置的是999元 混入人群当中以后 一旦碰到了咱们银行卡上面带有散付功能的卡 那么咱们卡里的钱就很容易被盗刷 那是相当的不安全 最后还需提醒大家 咱们除了要及时关闭银行卡的闪付功能以外 很多朋友还办了信用卡 信用卡如果不用呢 大家最好是将其注销 因为信用卡呀 也是可以被透支消费的 一旦被不法分子解去 也是相当的不安全的 怎么样 今天毛病给来科普的 银行卡闪付这两个字的意思 您学到了吗 如果大家有不需要的 也可以去银行里面去办理相应的业务 将其关闭掉 大家学到了吗 一定要提高咱们的银行卡的安全度哦 学会以后 记得分享给市民的家人和朋友们 我是猫磷 想了解更多 西间有趣小秒招 欢迎在频道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